下面有关费林高低之比较何主是正确的 我们先看选项 各选项中均为分子化合物 有关分子和费林高低的内容我们来看一下 分子化物容费林比较 第一个有分子间轻轻的化物 其容费林比较大 第二点如果没有分子间轻轻的话 则容费林比较 我们第一个先比较是分子量 为什么呢 因为分子形状相同的极性分子或费极性分子 分子量越大 其反德瓦力越大 容费林越高 第二点如果是同分有五 或者是分子量相同 或者是分子量相近时 费点我们比的是分子的接触面积 分子接触面积越大 其反德瓦力越大 费林越大 如果分子接触面积相同或相近时 则分子极性越大 费点越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A选项 正丁存以及乙尼 正丁存中存有枪心 枪心的氢是接在氧上 因此它具有分子间轻件 而乙尼的氢都接在碳上 因此不具有分子间轻件 所以正丁存的费点大于乙尼 B选项 甲醇与甲酸 对甲醇而言 氢油接在氧上 因此它具有分子间轻件 而甲酸一样也具有分子间轻件 然而同碳数的酸 费点会比纯来的大 所以 甲酸费点大于甲醇 C选项 心物丸以及异物丸 同分子一构 我们比的是接触面积 心物丸中 中间的碳尾SP3正是面体 所以可算是接近球形 因此它的接触面积比较小 而异物丸只有一个质量 接触面积比较大 因此我们比的是分子接触面积 所以异物丸费点大于心物丸 然后第一选项 氧气跟氮气 首先这两个都没有分子间轻件 所以我们先比分子量 氧气分子量为32克除木 而氮气为28克除木 分子量氧气大于氮气 因此氧气跟氮气的费点比 我们是比分子量 分子量越大者费点越高 所以氧气费点大于氮气 一选项顺二氯以锡 以及反二氯以锡 费点的话 这两个没有分子间轻件 所以我们先比分子量 而且这两个为同分义购物分子量一样 因此我们再比激素面积 激素面积也都一样 因此我们要比的是极性 以极性的话 碳氢电偶极方向朝向碳 碳氯氯电费度大 所以朝向氯 因此此为极性分子 而反二氯以锡 朝向碳 朝向氯刚好相互抵消 朝向氯 朝向氯也相互抵消 合力为零 因此为非极性分子 所以顺反 我们比较的是极性大小 所以极性分子的费点 大于非极性分子 因此我们来看一下各选项 A选项 正丁纯大于引力是正确的 B选项 甲纯大于甲酸不对 C选项 心物丸大于异物丸也不对 D选项 氧大于弹也正确 E选项 顺大于反应也正确 答案为A D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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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